OK,今天是第三天在Washaw了 我们今天来到了Washaw Icing Museum 对,现在我们要进去看 拜一来是免费的哦 我们已经进去拿哦 记得一点哦,也是要查一下Public holiday哦 不要等下你遇到Public holiday就是没有开哦 嗯,这里有些,它拜二十关了 然后一进来,旁边,左边这里就是放local 放女厨包哦 就是从这里拿啦,它可以给你换钱啦 然后这里就是Museum的入口啦 然后,前面刚才我们去从这个 这个叫Casa的那个小房间 就是里面买票哦 但是今天是免费嘛,所以进去 它直接马上给你免费的票 所以我们拿到票了,我们现在要进去里面了 对吧 嗯,我们进来了 所以刚才是我们进来了,入口一进来就看到这个哦 然后,你要拿Audio Guide的话 然后,进去这个小房间 它在排队哦 Audio Guide要另外还钱啦 我们现在拿一个Audio Guide啊 它是10块钱Public的钱 然后它讲如果是13块的话,就是包括耳机 如果没有包括耳机的话,就是10块 你这样子听,或者是你可以插耳机在这边 哦,OKOK 免费的拜议,真的是好多人 应该过什么 最近还有人都不能当空 超多人 是因为我们下方的主要来站在这里 我们下方可以看到这个小房子 我们下方的認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这里 比起昨天那个犹太人的音乐 而且这个音乐评论也比较多 评论比较高 对啊 可是我比较喜欢昨天的 那个Pauline的音乐 因为我有买音乐器 可是它的时间 跟那个旅游的路线 真的是超级乱 就是一下子可能你在2号 一下子可能你又在10多号 今天办业是免费的 超多人 所以会比较拥挤 还要找那个数字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里是因为它讲多关于二战 因为我个人也是对二战比较有兴趣 所以它也比较多视频 看得比较清楚比较了解 它比较有生动一点的素材 这个Museum它叫Uprising Museum 来你解释吧 它最主要就是在讲花沙奇异 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活动是在1944年的8月到10月 经历了63天对德国的反抗的过程 很可惜就是 全世界复活了 你想象一下Poland就是被围攻的那个 他们要在那个整个被摧毁的城市生活5年 我觉得就是很残忍哦 想象一下你如果在那个情况下真的是很辛苦这样 这个感觉像是一个Poland人的一个精神 OK啦 我们看完了 所以我们要前往下一个景点了 这里待了蛮久了 所以我们let's go 我们来到 鑽石瓦瓦这里最臭名的一个建议啊 它叫Poland of Culture and Science 它是瓦瓦也是Poland第二最高的建议哦 最高的是这个 这个是最高的 我测试了这个票哦 这个票是上去上面可以看整个瓦瓦的视频啊 它价钱是25块Poland的钱啊 马币30块啊 EUR差不多6块哦 但我觉得这里蛮美的 因为它这里地方很大啦 人现在也没有这样多啦 因为今天是8月一嘛 然后哦 这里后面哦 还有一个shopping mall 然后这里 也是有一个shopping mall 所以这里蛮适合 就是来拍照 来看这个建议 然后去shopping mall走走啦 觉得蛮放松的 今天天气也非常好 没有像昨天这样子下雨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里拍一下照 我们就去shopping了哦 来我们回来了 我们的Warshow这里也要结束了 我们做下Warshow这里的总结啦 我个人对他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里的历史 想了解Poland的背景的话 你真的是可以来啊 因为这里很多museum 你可以去参观 真的是要去他的museum了过后 才可以更好地了解Poland这个城市 因为他二章过后 其实他算是平地了 嗯 嗯 所以当我们现在一了解了 过后看到他的建议 就会觉得 以前的人 就是一点一点 再慢慢rebuild起来 这个城市 就不容易啊 就是你想一下 就是从一片废区 对啊 然后再慢慢一点一点rebuild 真的就是前人中书后人称的样子 嗯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Poland很可怜啊 被人加工 然后又自己重build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 尤其就是死了很多人 Poland的精神其实蛮值得学习啊 就真的就是打不死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 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你喜欢历史话你才来啊 不喜欢啊 我觉得我建议就不来啦 因为他最多景点 就是我们现在我拍的那个Tower 其实他还有两三个part啊 可是我们都去过蛮多part啊 我们都不想下去走啊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花时间去走 而且他的part是非常大 要花很多时间去走啊 我们算是summer时间来 我觉得蛮不错的 就是蛮chill的 他的那个old town啊 整个地方 整个气氛 大家都是很relax啊 吃冰淇淋啊 这种感觉就是 蛮不错的 蛮chill的 而且他这里的 那个物价不回到很高 算是整个Poland的物流到很高了 个人会比较期待 我们明天去的城市啊 叫kakao啊 我真的是比较期待 因为看了照片 也是觉得他比较美很多啊 然后旁边也是比较多东西看啊 所以我们kakao见啦